来看看新闻网 感到心寒 这过程中的种种爆料 以及这些年 他们恩爱的点点滴滴 即使是旁观者 也是如梗在喉 身为惋惜 难怪会有媒体感叹了 分变分了 一定要分得这么难看吗 十月十九日上午九点五十一分 一向以爆料娱乐圈 内幕为乐的巴掌柜 放出董结潘月明分手的消息 举座接近 之后的数小时 事件迅速发酵 多数消息都指向了 董结有了新欢抛弃家庭 而这位新欢甚至暗指 梁朝伟成坤等等 随后潘月明也被指认 有了第三者 当天舆论的第一反应 都是不敢相信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护掐中 董结潘月明 都没有公开接受媒体采访 我是想问一下 我知道你要问我什么问题 我们过一会会发声明 好吗 我等发完声明的时候 你们再看我们的回应吧 甚至我刚下飞机 也刚知道这个事情 好吗 您是刚知道这个事情吗 好吗 谢谢 但非常蹊跷的是 19日下午一个名叫 演员王大志的ID 却跳出来 以安慰为名 暗指离婚之时 结婚 离婚 一个是爱 一个是伤心 董老师 身为朋友的我们 都会挺你 10月20日 4点 巴掌柜的又一则爆料 成为事件转折点 他明确指出 演员王大志与董结 早成一对 再次令舆论哗然 因为在此之前 几乎没有人知道 王大志何许人也 一个毫无知名度 说话没有分寸的小演员 怎么突然成了 董结的新男友 别说媒体 许多普通网友 都表示匪夷所思 董结不会跟你的 别炒作了 打死我也不相信 你和董结是一段 你配吗 别趁机跑出来 炒作自己了 人家离婚 你激动个什么劲啊 随着新男友的 不断出炉 原本计划周一 发布声明的 董结工作室 四小时后 快速反应 于20日晚 提前发出了 第一份正式声明 在这份充满感性的 长信中 董结工作室 承认两人分手 并一针见血 指责 潘月明三宗罪 首当其冲 就是潘月明 适度诚信 且依靠董结 为其还债 身为男人 你怎么就不能 勇敢地告诉大家 你们的分开 是因为你的 适度诚信 粗暴无理 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 我想我们 会为你的 坦白继续沉默 也会为你的勇敢 继续考虑 帮你承担 你的欠债 你还记得 你多少次 在他最需要你的时候 却迫不及待 前往澳门时 说的话吗 我快乐 难道你不高兴吗 在董结工作室 发出的这份声明中 更指出 之所以消息刚爆出时 所有的指责 都指向董结 都是因为潘月明 在背后故意抹黑 从被爆出离婚 到现在 我们想问问 哪里会有那么多的 知情人士 爆料者 又闲情编造 他人家庭生活 那么多活色 生香 如同小说的细节 这短短的两天 我们一直陪董结 在沉默着 眼看着你 挑出了几位先生 说出了几番指责 搬出来 本不属于他的 国庆饭局 以及眼下你 落寞的照片 很遗憾 从梁朝伟先生 陈坤先生 王大志先生 以及后面 我们不知道 还会有的什么先生 你一直都躲在 各种先生的背后 尽情地消磨着 他对你 仅剩的一点亲情 正如董结 工作室的声明所说 一项极少 被偷拍的潘月明 10月20日 神情落寞地 出现在娱乐报道中 这些照片 其实是几天之前的存货 却在这个关键时刻 被爆出 这也令人联想到 董结一方声明中指责 潘月明还同时找记者 跟拍董结一个月 但毫无意外收获 董结一方的声明 令舆论在震惊之余 一边倒地迅速 偏向于他的委屈 甚至有网友很快翻出 澳门偶遇 潘月明赌博的照片 时间是今年的2月22日 有那么好的老婆 你还去赌博 祝你逢赌必输 不要让大家看到 你从一个好男人 变成一个窝囊废 给董结道个歉 即便不能在一起 好聚好散 于是10月21日下午 几乎被口水淹没的潘月明 也迅速发布了一篇声明 以1500字的长篇大论 反驳了董结一方的说法 今年到现在为止 我只去了一次 也是因为去深圳 探董结的班和朋友 结伴前往 一张赌桌上的照片 就能证明 嗜赌如命了 家里的公共账户上 只有我拍电视剧赚的钱 董结的工作酬劳 一年多以前 就开始打回娘家了 这些可以通过法律 让银行出去资金去下 我不知道 也从未关心董结 能赚多少 而且靠我的收入 养家已经足够 身为一个受害者 我到现在没有对媒体 说过小董一个字的不好 曝光的事情与我无关 其实通篇最令人意外的是 潘月明把家庭的厄运 主要怪罪于两人共有的经纪人 称是经纪人 借董结之名恶意诋毁 且多年来 该经纪人只为董结工作 对自己则置之不利 并刻意拉大董结 和他之间的距离 声明末尾 潘月明十分煽情地写道 如果说我是个赌徒 我承认 我用我的一生 赌这个家庭的幸福 可是我赌输了 我不得不认为 你们是想利用媒体和舆论导向 把自己撇干净 再把脏水泼在我身上 一切都是有预谋的 对于我曾经深爱过的女人 我想告诉你 对你 对于我们的感情 我潘月明问心无愧 我什么都没做 我还在等 因为我爱孩子 爱这个家 潘月明软硬兼施 委托律师发出律师函 称董结经纪人声明中所称的 代为归还欠债等 是凭空捏造 其中言辞构成了 对潘月明的人格侮辱 潘月明声称将提出诉讼 10月21日晚 就在潘月明大发雷霆之后的 三个小时 董结如约亮相上海活动 引起媒体蜂拥而至 媒体的疑问很多 潘月明言之早早 指责两人曾经共同的经纪人 以董结的名义诋毁抹黑 但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是 工作团队发出的声明 肯定经过了当事人董结的首肯 又怎么可能在董结不知情的情况下 随意胡编乱造呢 董结为人处事一向低调 当晚面对媒体 他虽然情绪激动 但依然选择了不解释 但显然董结的风口已不能平息 这出原本属于夫妻间的风波 事态一再扩大 波及到越来越多的人 被报是潘月明第三者的女演员李希儿 22日在微博发布声明 否认自己插足董结和潘月明的婚姻 不过在这个人人避之不及的当口 奋不顾身地扑进漩涡之中 李希儿的动机被指相当可疑 巧合的是正如董结一方在声明中所说 10月21号甚至后天 会有人把普通的朋友 吃饭渲染成狗血的剧情 22日网络上果不其然 开始流传狗仔偷拍到的 所谓王大志董结相约吃饭的照片 照片中显然避开了董结的助理 和其他随行人员 而照片的拍摄时间也模糊不清 四天时间两份声明 无数的爆料和漫天的猜测 已经让这一段曾经美好的爱情 演变成了八点档狗血连续剧 惊喜对比当事人心痛旁观者心寒 就算结束也要更有风度些 把最后的美好留在鼻子心里 作为曾经的模范夫妻 分手后撕破脸皮 互相抹黑的嘴脸 真难 其实就在离婚事件爆发前几天 董结刚刚发行了新歌 《内时的我们》 在事业蒸蒸日上的如今 他和那时最爱的人 已经不能好好地说声再见 也许这首歌早已暗示了注定的结局 也许再也回不到那原点 那些看似浪费掉的时间 就算一切都回到那从前 很多事情依旧无法改变 新一律在线 综合报道 有句话叫做好聚好散 不管谁对谁错 这些都终究会过去 忘掉仇恨才能迎接 更加美好的未来生活